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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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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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哭 你 没事吧 我没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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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几位大侠 他们 他们也是受不了天狱的虐待 才抓我来做人质的 你们不要杀他们 让他们走吧 你们还不快走 护了封印就别再回来了 走得远远的 谢谢大侠 快快快 快你走啊 谢谢 快快快 谢谢大侠 这位姑娘身体非常地虚弱 而且脉象与常人有益 最奇怪的是 她的骨质特别脆弱 就像玻璃做的一样 想必是刚才那场动革 使她受了惊吓 那你快救她吧 不是我不想救她 只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体质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是玻璃脆骨 我在我娘的医书里看到我 我来告诉你 你来试真 好 果然有用 玉姑娘 一线的那本秘籍 你一定要给我看看 公子 是你救了我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醒了就好 迪大哥 此地周遭空旷 不宜久留 姑娘 我们有要事在身 先告辞了 你们要去哪儿啊 你们身上的气味并不属于魔帝 若冒然乱闯的话 恐怕会有危险 实不相瞒 我们其实是在躲避仇家的追杀 才冒险闯入天玉魔帝 那不如这样吧 你们先跟我走 我有地方给你们暂闭 天玉与别处不同 此地的居民都生长在这里 长期受风应压制 与中原人的气息有所差异 你们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进来 就算乔装打扮过也是没用的 稍微有些功利的人 都能立刻察觉出来 我先给你们服下药丸 可以暂时压抑你们体内的生人气息 这样才能进入天城 没事的 跟我走吧 来 这边走 这就是我的医馆 在这末地之内 长长有想逃走的边境流明 医馆向来形势低调 所以就成了他们的避难所 正所谓出于你而不然 今天我总算见识到了 里边请 这儿就是我医馆的别院 你们可以暂时在这里住下 多谢姑娘 是你们救我于仙 有恩于仁定当回报 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 对了 姑娘 还不知该怎么称呼你 我叫图梦 天尊到 天尊到 你们在这儿先别动 我出去看看就来 小姐 小姐 爹 孟儿 身体不好就不用行李了 多谢爹 没想到这个图梦 竟然是图霸的女儿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好端端的 竟会被劫持呢 女儿只是去边境采药 不想如此遭遇 还让爹老师动众 真是不孝 小姐身子弱 若日后再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在下就好 免得再生意外 让天尊担心啊 孟儿 你这院里怎么有生人的味道 爹 我 我这儿哪有生人的味道 是 我刚刚在边境救了只小鹿 您别笑着他了 你呀 就是心肠太好了 当心日后被人骗 我知道了 爹 您身子都没好 就别再为我操心了 爹看到你没事 也就放心了 过几日就要祭祀 别再到处乱跑 知道了 爹 好 女儿公送爹 我们会不会已经被发现了 不知道啊 多谢屠姑娘 刚才仗义相助 你们来天狱 又故意在边境搭救我 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你误会了 我们真的是偶遇你 才拔刀相助的 你们不用解释了 方才你们的表情 我都看到了 你们若不是冲着我来 那就是冲着我爹来的 那就是冲着我爹来的 玉公子 我愿意相信你 你肯跟我说实话吗 我们我们的确是 过来避难的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 那我也无法相信你们 这里不再欢迎你们了 你们救了我 我不会泄露你们的踪迹 但是我爹的神魔宫守卫森严 不是随随便便能静的 你们走吧 好 这么容易就被识破了 看来 我们又得露宿街头了 我去劝劝他 你 屠姑娘 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谈一谈 那进来吧 你怎么会有 素手一仙的东西呢 我果然没猜错 你认识他 之前你医治我的手法 和他一模一样 你也认识素手一仙 他是我师父 在遇到师父之前 我的生命是 孱若灰暗而绝望的 听我爹说 我是一个早产儿 不到五个月 就脱离了母体 为了能够延续生命 我爹就把我一直养在 荷花神池中 我就像一株植物一样 汲取着池中的养分 我的童年 只有无尽的孤寒和恐惧相伴 黑夜降临时 面图四壁 池水彻骨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 我能走出这个池子 直到遇见了他 从那以后 他每个月都会来神师探望我 从那以后 并用汤药和银针 为我调养身体 天生玻璃脆骨的我 也终于有机会 离开那不见天日的地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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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就好了 再忍忍 马上就好 来 我 我 喜欢吗 别急啊 小心点 来 我扶你 来 你试着慢慢地往前走 慢慢走啊 你再来 没事吧 放心 我没事 我们走吧 对我来说 她就像我的娘亲一样 涵养了我的生命 离开神之后 她不止让我跟随她学习医术 还不时地说故事给我听 让我从中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道理 她教导我要乐善好施 宽容待人 这个医馆 也是在她的影响下 才慢慢形成的 宇公子 你是怎么和素颖师父认识的 和你一样 在中原的时候多次被她相救 难怪我对你有种亲切的感觉 就好像冥冥之中注定要遇见一样 有时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该遇到的就不会错过 只可惜 一先前辈的 已经不再认识了 为什么会这样 她那么善良的一个人 我甚至都没有机会再见她一面 是啊 她那么善良的人 上天却没有给她再活下去的机会 实在太不公平了 既然你与一先前辈如此有缘 我也愿意坦诚相告 兔姑娘 你可知道赤魂石 赤魂石 我只是略有耳闻 赤魂石乃制邪之物 之前在一场中原大战中被击碎 散落的元神被魔忌吸引 流落至天狱 我们猜想 那些散落的元神 就在你爹手中 之前没有告诉你 是怕你为难 我很清楚 我爹并非善人 但自上次他从中原回来之后 身体每况愈下 亦不再执着于冲破封印 若他做什么决定 一定有他的理由 可要我背叛他 我做不到 那你还想再见到一先前辈吗 你还希望他回来吗 还可以吗 告诉你一个秘密 赤魂石 可以让人七死回生 郁公子已经将真相告诉我了 我愿意替大家劝劝我爹 一家人不在冒河神里 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就说嘛 图帽姑娘这么善良 一定是明示李小大义的 可是 想要进入魔宫重地 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需要好好计划一番才是 大家就先留下吧 天尊 天尊 今日 收集来的赤魂石元神 一定会招来觊觎之人 你们要加强守卫 不可松懈 知道吗 是 好久不见了 天尊 公孙掌门 你好有雅兴啊 元神还没有集齐 就急着来见女儿 我敢肯定 他们来了 虽然有图梦替他们做掩护 但丁尹身上赤魂石的气息 藏都藏不住 有意思 看来丁尹和你女儿 想理应外合 准备对付你吧 由他们去吧 我自有办法收拾 图霸 你集齐的元神 都藏在哪里了 那南鸣李火箭 你带来了吗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既然他们拉拢了图梦 我们就相计就计 引蛇出洞 部分赤魂石的元神 我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谁也想 等你集齐了元神 我就如约 送上南鸣李火箭 等风一破开 你就可以横扫中原 天下武林 共同拥有 天尊 你只要是ker 然后 放在山上 你去鸣身通道 利我 你不准便宜 去鸣蛋 去鸣吗 你也就会联络 你不准便宜 你知道吗 月儿 图梦是不是 还不知道你是女儿身这件事 你想说什么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可以背叛自己的亲人 绝对不容易 我看得出来 但他对你有误会之情 不要再利用他 定颖 这回事太重要了 我们绝不能失败 只是我被欺骗过 我不希望其他人也受到伤害 你放心 等到合适的机会 我会告诉他的 对了 拿到赤魂石之后 你打算怎么办 把他送回蜀山 不再出事害人 赤魂石虽然害人 但是你能起死回生 也是因为他 每次想到这些 我就觉得 世间万物皆一体两面 玄于一现 对了 对了 那个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赤魂石是怎么在你生死之际起了作用的 这个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我只记得我濒死的那一颗 我的元神一直在我体内游走 当我的心跳停顿的那一颗 也可能是因为元神的力量 又让他恢复了跳动 对了 玉儿 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 玉姑娘 你不会是想用同样的方法 复活你爹吧 怎么可能 玉姑娘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他不会这样做的 没错 玉儿他就是这么想的 元帘连帮手都找好了 丁颖 你果然又被骗了 玉姑娘 我们好不容易才杀死了那个魔头 为此有多少人丧命你是知道的 把他复生之后 他再造杀戮应该怎么办呢 既然天命如此 你又何必逆天而行 天命 天命既然可以让丁颖再活一次 我爹娘为什么不行 丁颖 我爹娘之前承受太多的痛苦 我只是想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机会 那妙依师伯 那妙依师伯 掌门 大师兄 谁给他们机会呢 丁大哥 丁大哥与姐姐 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有什么事慢慢说吗 我只想问你一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把你爹救活的话 到时候会死多少人 是不是不管我说什么都改变不了你的主意 告诉我 告诉我 丁颖 所谓爱巫极巫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不管你的事 丁颖 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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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卿云 卿云 她到底是怎么了 卿云 她怎么会这样呢 小张 你快看看 怎么会突然晕倒的呢 为什么 你说呀 卿云 丁大哥 卿云身上 有一种 诅咒禁术 什么诅咒 我刚才去找她 发现她晕倒在地 她醒来之后告诉我 卿云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快点告诉我 我爹的整个家族 被天狱妖人 下了诅咒 成年之后 如果解不了咒的话 就会活不了多久 我娘说过 最年少的发病者 是二十一岁 我心存侥幸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进了魔地之后 身体就觉得越来越难受 想必 是这个咒药发作了 那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不告诉我们 卿云 无论再狠毒的咒语 都会有解除的办法 你好好想想 你娘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你说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人命关天 她有什么不能说的 是呀 是要跟心爱的人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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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爱的人远访 心爱的人远访 那 不可以告诉丁大哥 我不可以让他知道的 卿云心里清楚 知道他自己爱的人是谁 他知道这件事情 会让所有的人远难 所以他选择藏着憋着 也不让我告诉你 现在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你心里真的难受 就不要逞强 找个机会和他很好嘛 和好 怎么和好 其实我觉得 你们两个人好不容易地 破镜重圆 现在刚刚和好 你就要拿赤魂神复活宗主 如果你站在他的立场去想的话 确实很难接受 再说了 你又不是不清楚 他跟宗主之间还有仇恨 范夫人说过 复生之人 必定会带着临死之前的执念 我爹娘在临死之前得以重聚 心愿已两 必定不会再有仇恨 他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爹娘 这些连你都可以理解 他怎么就 玉儿 你先别着急 找个机会坐下来 好好跟他谈谈 你跟他的感情这么深 我相信他会相信你的 于公子 于公子 刚才园中喧闹 所为何事啊 没事 青云晕倒了 青云晕倒了 那 那我们去看看吧 走 丁大哥 这跟仁义道德 和情感背叛没有关系 如果玉姑娘知道 她也能理解你的 你赶快下决定吧 时间真的不多了 这当然关乎道德和背叛 如果要远方的话 就必须澄清 丁云 你仔细想想就能知道 晴云她肯定是不想让你为难 所以才一路扛到了现在 硬生生的什么都没有说过 如果她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振洁不保的话 对她是多大的打击 与其这样的话 你们还不如让她死了算了 子莹 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当然严重了 你们男人根本就不懂 明杰对一个女人有多重要 明杰是重要 可是你看看晴云啊 晴云再不救她 她连命都没有了 那也不可以 我这是为了救人 我取她为妻 听你说什么 晴云别下了诅咒 我不能见死不救 我一定要救她 丁大哥和晴云姑娘这么般配 这是件好事啊 土姑娘 你就不要再添乱了 添乱 月儿 现在情况混乱 千万不要冲动啊 有话好好说 你不许可 丁一 这也是你的决定 不管我有什么感受 你都要这么做吗 我不能看着她死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既然你这个决定 那我们就分开行动 岳公子 兔姑娘 我并非什么公子 我们来天狱是为了掩人耳目 才女扮男装 我从一开始就欺骗了你 我知道我伤害了 对不起 忘了我 丁大哥 我亲亲赢的 实在太多了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选择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但不代表我心里面不明白 现在她 比玉儿更需要我 起码玉儿身边还有呵护她的人 时间会抚平一切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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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怎么样 丁大哥 是不是 你救了我 那 我们 可是玉姐姐她 她走了 她走了 我没有想过要破坏你们的 我去跟玉姐姐解释 不用了 或许 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命数 你也不必介缓 这是我的选择 清玉 你一心一意对我 我都记在心里面 现在我们已经结为夫妻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待你 丁大哥 丁大哥 清玉 丁大哥 你没事吧 你们怎么来了 丁大哥 我爹突然准备在边境祭坛做法 听说蜀山掌门公松吾我也来了 他们要用南鸣火箭破坏封印 什么 公松吾我要把南鸣火箭给涂罢 嗯 没错 这个叛徒之前背叛了树山 现在连整个中原武林都要出卖 我去阻止她 你们三个留在这里 丁大哥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那边太危险了 你留下来把子营照顾好 不能再让她受伤了 丁大哥 我带你去吧 我不想看到生灵涂炭的场面 我也想再劝劝我爹 好 我们立刻出发 我等一会儿 myth 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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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当然是和你们一样 想要去赤魂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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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